你归老吧 书院后山不得干预朝政 这是夫子他老人家定的铁律 大先生强迫累累 宁缺带着墨山山在这风雪中策马之城 只因答应了李漫漫去土阳城与这夏侯一会儿 夏侯见三人神色严肃 已是猜到丁氏大先生不满自己昨日刺杀宁缺 可那又如何 自己叛离魔宗 投靠唐王 为守着唐国边境立下战功赫赫 如今自己想夺回那名字天书 不甚伤继无辜又能怎样 大先生可曾记得 书院后山不得干预朝政这是规矩 夫子不让后山书院干涉朝政 是因为他总认为朝政俗物乃是莫道小事 修行之人应该尽量远离 那何为大事 你下令让林陵假扮马贼是小事 你想抢夺天书也是小事 你是魔宗余孽 同样也是小事 你想杀我小师弟这便是大事 夏侯心中一正 想来今日已是不能善罢 转眼看到宁缺那不正的神情 当下恼羞成怒 举起桌面上的酒杯就向宁缺进去 本想先下手为强 以自己即将舞到巅峰的修为 将这四一击毙命又有何难 可却低估了宁缺对痛苦的承受力 就此时 看李慢慢缓缓举起那一盏酒杯 满面笑意便朝着夏侯而去 大先生何许人 曾在一日之内连颇洞悬道之命 仅此一计 那磅礴威压竟险些将这夏侯废去 直到酒杯落地 才觉脑海中飘摇直上的千云消散不见 感谢大先生宽厚 我答应书院 明年归去 此去所有观之 听闻此言 李慢慢这才满意 带着宁缺二人转身离去 晚上宁缺独自在房中思索 倘若方才大师兄再晚出手一会儿 自己必将支撑不住 恰逢李慢慢走进屋内 宁缺不解问道 夏侯到底有多强大 魔松的修为跟浩天道有所不同 他们没有武进之说 修为达到五道巅峰的强者 相当于知命境界的强者 夏侯只差一步便是五道巅峰 李慢慢所言让宁缺心中一愣 这夏侯已是志强 自己何时才能超越 李慢慢看出宁缺心中所想 起身宽慰宁缺 回书院后好好学习 五年之后 你必定比夏侯强大 五年 太长 宁缺心中发誓 定要亲自将夏侯人头斩下 而另一边 夏侯一样在和属下商议 两人在二十年前 将宁缺一家满门途径 倘若在放任期不断成长 以你我皆是危机 这个人本就不应该存活在这个世界上 他一定要死在我的手里 次日 宁缺独自在这土阳城中闲逛 忽见一谋面男子比划着唐军独有的街头暗号 而此人正是来给宁缺报信 说其师父颜色 已在都城先世 简单一句 却给宁缺造成了极大的震撼 脑海中瞬间浮现师徒二人在那春风亭的相遇 在那都城内外谈心问道时留下的足迹 那痛楚悲伤之情愈发不能压抑 体内的气息运转隐约间似有那三分魔器 偏偏此时 夏侯身边那副将却出现在自己面前 怎么哭了 师父死了 再也没有人护着你 可偏偏这个时候 我来了 宁缺一眼认出 此人便是先前在草原伏击自己的蒙面马贼 亦是二十年前参与暗杀之人 想来方才传续内思 定是此人故意为之 目的自是为了击溃自己的内心防线 杀死一位书运二层楼的学生 要冒极大的风险 但是事成之后 也能获得极大的好处 你死 我们便能活 而且 能活得更好